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怎么会是晚安呢 我们是11点耶 所以如果你是首播的话 现在应该要说声午安吧 我服务全球的朋友不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是一个international的节目 international 尤其在几年后放上podcast 他可能在晚上收听 是 听到这一声 晚安 是不是觉得格外的亲切呢 你最近叫做那种我爱你 之前你还记得你讲我爱你吗 那一集笑意好吗 好像没有 你说以点几率来说 我说下面好像没有很多人 有惊讶的感觉 有几个说我要重复听 重复听然后剪下来 就是玛丽对我说我爱你 我恨你 人们总是说 仇视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让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 今天第一封信来自于阿母 是一个自由接案的设计师 跟先生结婚四年 小孩一岁半的妈妈 最近呢 因为找不到托育幼幼班 所以我跟先生常常有言语的冲突 一直到今天早上先生对我说 你为什么讲话带刺啊 你以前不是这样 我一时语色 脑中的思绪翻腾 很混乱 但我整理出了 两个方向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失败 因为我不能兼顾育儿跟工作 就乱发脾气 这种乱发脾气的感觉 很像我已经过世的母亲 我明明以前那么讨厌她 就是非常情绪化的感觉 但现在的我 又跟我的母亲如此相似 二 我觉得愤怒又很无力 因为一连串的生产育儿 这些磨难之后 为什么先生 你能期待你的妻子 像未婚时期那样的天真快乐呢 坐月子的时候 你坚持要出差两周 在我会因重逢手术后 会因 你给我开了一个无聊的玩笑 在跟公婆讨论 争执育儿方法时 你又沉默 年轻的我 当然已经渐渐退去了 抱歉 我无法再对你那 已经说了两百次的 周星驰笑话发笑 然后我就变成你口中那种 你以前不是那样的妻子啊 不好意思 你那个完美娇气的梦想 我只想说 Fuck off 你那天真可爱的小女友 早在每个单独 起床 自己泡奶的半夜死去了 干 其余剩下无法理解的情绪 我变成了眼泪 我呆坐在原地 无声的流泪 我觉得好孤单哦 我觉得快乐离我好遥远哦 马克玛丽 你可以教我怎么把快乐年轻的自己 找回来呢 谢谢 付上一百元 谢谢你们听我的故事 我关于那个妈妈育儿之后 失去了自己 我真的无法给出 你说建议吗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育儿过啊 我无法理解就是 我都只能看很多妈妈的文字 就是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嘛 就是我那个登山的朋友 然后我们分享之后 还有人跟他说 你有被念到马克星 向他来跟我讲 就是他也是在经历一连串 就是你一直意识到 少女的自己在离开你 可是你 其实你不想 可是你没有办法 哦对 然后你当然同时 也很爱你的小孩 你有时候也很想掐死他 可是你只能扛着他 继续往前走 然后再也许 因为他之前很爱 我不说他很爱登山 很爱运动 潜水 然后他生完小孩之后 觉得哦 就是家庭无力 然后身材无力 然后有时候面对小孩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他现在已经慢慢就是 他现在很强 他扛他的小孩在爬山 他扛那个后面 很像是那个古时候砍柴 你知道 那种大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背那些 那不是什么我们骑 不是我们那种小山 我看来就是很崎岖的山路 我觉得他还是很努力的 在找那个平衡点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先生 在当中carry他 哦有没有carry他 因为我觉得先生carry很重要 像我其他的一些 也是生小孩的妈妈 我觉得有个很大重点 就是他们真的有明确的 分配出时间 嗯 真的有几天 我就是让妈妈去 哦放风 对 真的有几天 就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的先生 会不会让你有这样的 自己的时间生活 嗯嗯嗯嗯 重新找回自己 对啊 有自己的时间生活 我真的觉得 会比较快乐一点啦 就是你也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去找你的好朋友 好好的抱怨垃圾 嗯 只能说辛苦你了给你拍拍 教主马克教母玛丽你们好 我是台中的贝尔 7月11号有念到我的信 那底下有留言 有几个鼓励几个安慰 我很感动也都有截图下来 我难过没有动力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那我拖延病发作了 其实有很多想讲的 可是我就一直拖一直拖 这一次我想要讲我国中的分班制度 我现在30岁 我念的国小 一年级有三班 六年级有段考 我几乎次次都第一 升国中的升学考试呢 他就考得不错 升国中为什么要升学考试啊 你升国中有考试吗 他会不会是要考特殊的班级 美术班 数理自由班 什么班 什么班 音乐班 他说那时候考国文数学自然社会 全校男生第一名就是一年一班一号 女生第一名就是一年 他们采取那个S状分班是不是 十八班二十一号 然后接着下来这个座号是有差别的哦 就是呢 老师会以座号来划分达标的标准 如果呢 你是本来就比较前段班的学生 你如果小考达标没有到九十分或九十五分 差一分打一下 还有人在打哦 天呐 他就让人恭喜就好了 之前呢 在录音档就听到玛丽娇马克办学校 如果真的有马克国际学校 我应该会愿意打破不生小孩的想法 你因为他办学校 你愿意让你的子宫膨胀生出一个小孩 我大清点叫伪灾啊 我希望马克玛丽可以助我早日脱单 因为我已经单身七年了 我很想谈恋爱 最近我喜欢上一个同事金牛男 追他 我是天蝎女 追他 希望可以进展顺利 追他 来自极度想要脱单的台中贝尔 我今天看到一个好可爱的新闻哦 就是因为自从那个两只手机新闻事件爆发之后 现在很多艺人都被访问说 那你有几只手机 然后就是那个 那个人叫什么 子虹吗 子虹跟四叶草 反正就他们有传那个绯闻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正面回应他们在一起 他就会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看过 就你们有没有看过彼此的手机 他说他有一次看四叶草的手机 看到的是如何贡献天平男的心 然后他是天平男 对然后他就觉得很可爱 他就默默把他放下了 啊 这种新闻真的很浪漫耶 所以你现在每一次就要搜寻 如何贡献双鱼男 双鱼女的心 双鱼男 你刚刚不小心 我们我们我们买 我们我们不是说好这个不要讲吗 你在做什么效果 然后Catia才会更生气 双鱼我明明是母羊 放错这种点了 是男生跟女生吧 所以我觉得 小确幸分享给大家 这东西来自于TACO 哇也是一个 又是育儿方面的 对妈妈 因为他的baby就是现在 有自己的床嘛 可是现在看到爸爸妈妈睡大床 就会指说 我也要跟你们睡 就是我要睡大床 我要睡大床 所以他有跟小孩另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你要睡大的可以 可是如果你这样 一直要爬来爬去 要爬下去的话 你就要回去睡你自己的小床 那当然有一次他一度爬下去之后 他就把他抱回他的小床嘛 结果小朋友大哭了快30分钟 哭到累了才睡着 过程当中妈妈就会怀疑说 我这样坚持是对的吗 小孩哭成这样子 我要坚持吗 可是理智你又觉得说 今天我说出来的话 我自己不认真做的话 那小朋友就觉得说 你讲都是假的啊 反正妈妈都是讲讲吓唬我而已 该怎么办 然后小孩大哭的时候 先生也一度想说 我把他走进来插手 可是他们又有约好说 我们要有一致的 黑脸白脸 对然后育儿方法 当然事后老公也忍不住问说 你这样做真的能让小朋友记住吗 我就说其实我们就夫妻俩一起决定好言行之后 说到做到 小朋友怎么可能记不住呢 其力断金 他最后觉得育儿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每天都有好多的课题哦 没错 瓜法来信今天要分享一个很疗愈的粉丝专页 然后这个法文我不会念嘛 等一下他会把这个字母拼出来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中文的意思呢 是哥布兰泰迪熊 那哥布兰呢 是法国巴黎13区的一个街区 从去年10月起呢 就有很多很多泰迪熊 出现在这个街区的各处 洗衣店啊 咖啡厅啊 图书馆啊 到处都可以看到熊熊 那不就是东区大长王吗 诶 起因是因为有一位低调的书店老板 将也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的Costco 超级巨大泰迪熊 放在哥布兰的街上 大概有50只 那希望呢 可以让附近的居民更有凝聚力 那他们就帮这个熊熊 办Facebook粉丝专页啊 IG账号啊 将他们的日常放在网路上 跟大家分享 然后帮熊熊设定情境 譬如说熊熊翘高屁股 把头塞进洗衣机说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吗 熊熊坐在餐桌前说 今晚的晚餐有蜂蜜 或是熊熊坐在录音室里面说 今天来赞广播节目 为什么一直讲熊熊 我都想要真的那个熊熊 因为玛丽一直很希望熊熊 可以来马克星乡念信 那我就说你真的想的话 熊熊把塞到洗衣机 屁股翘高 说有看到我的手机吗 对啊 如果是那个熊熊 真的是差很多的熊熊 你就邀请嘛 就邀邀看啊 好 对啊 嗯熊熊 但很有可能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确都是想要钱啦 我现在可以理解你那种就是 啊 我们没有钱给人家的那种 而且加上因为他不知道马克的的姓像 对 如果他知道还有机会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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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2 都是L.E.S. 空格 N.O.U.N.O.U.R.S. 空格 D.E.S. 空格 G.O.B.E.L.I.N.E.S. 如果未来我能去巴黎旅行 我一定要去十三区找熊熊玩 按照惯例呢 抖内十元给马克马力 熊熊脑粉刮吧 这封信是来自于彰化的Air 我潜水了有一段时间 然后目前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人在花莲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 想要点拨快乐天堂 还记得9月底米塔台风来临之前 我跟一帮毕业5年 还是常常联络的大学同学 一起去南投台中三日游 想说刺激一下国内观光 然后我们行程很松啊 台北到南投 想去哪就去哪 去日月潭 吃阿婆茶叶蛋 在民宿烤肉喝酒 然后听同学抱怨科技业的工作 然后吐槽 我们彼此都是单身狗 总之大家在台北都没有开过车 看了地图我们不知道 哈 台北市高架桥的出口在中间 怎么那么奇怪 然后下来的时候 就随便帮我放一个捷运站 坐捷运去北车 然后火车发车前30秒 到月潘滴滴滴 勉强坐上要回花莲的火车上 隔天早上宣布放台风架 幸好我还没出门 就回去睡一下 但睡没多久 Line就响了 妈妈说 阿公去世了 你赶快回家 但是没想到回家 这段路很难走 因为当天就是已经在放台风架了 所以就是赶快赶到 花莲火车站 还好还没停驶 可是大厅满满都是 趁台风来临前 要回台北的旅客 我又没有票 只好坐区间车到罗东 再做打算 然后呢 在罗东的区间车上 你还可以看到外面海岸的浪有多强 结果到罗东 格马兰客运停止了 根本就没有到台北车站的票 只好先坐首都客运到新店 再转捷运到台北车站 又没想到新竹以北火车停止了 只好坐高铁到台中 又转了区间车到彰化 再从彰化坐公车到家附近 然后弟弟骑机车来带我 天哪 这跟围藤回家路一样遥远 到家时 伯伯 爸爸 三个叔叔 阿木妈妈 三个婶婶 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换好校服了 在灵堂前听道士念经 我爬到了阿公的灵前 却完全没有想哭 就觉得我好累又好忙 根本来不及细想 妈妈说 阿公那天早上坐在他固定的椅子上 吃了一点东西 抽了一根烟 又在看他最喜欢的民事新闻 等妈妈发现 阿公没有呼吸了 已经回天乏术了 当然是叫救护车啦 可是救护员就说 这个 已经 回天乏术了 阿公走得很潇洒 他吃饭了 抽烟了 看他爱看的新闻 至少不是一动也不动 躺在床上那种拖很多年的那一种 我在PTT看大家失去亲人的文章 有的人真的一开始都没有想哭的感觉 因为太突然了 反应不过来 可是真的有可能在平时开口 你随口问了一些不在的人问题 或是你发现回家没有人了 你确实意识到那些人真的不在的时候才会大哭 我觉得人生一定会死 这是早晚的问题 不管你是英年早逝还是歹系脱棚 我觉得我的阿公生命超精彩 他躲过了美军轰炸228事件 闪过了白色恐怖 还想了二三十年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PTT的大家都说啊 你过一阵子才会苦 可是我打这封信的时候 已经边打边流泪了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至亲 我人生的头25年都是跟阿公住在一起了 而现在他真的过去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 我想要点播快乐天堂 因为我的阿公去了快乐天堂 提供200元救救穷DJ 今天呢我们再回的是2019年9月份的信啊 这封明信片来自于Ray 第一次写信来哦 这个明信片很特别 因为这是我跟睽違已久的新对象 第一次约会买的明信片 而且我们也约好了下次见面 希望一切顺利 希望成功脱单 不知道这过了这个八九个月的时间 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呢 好不好脱了又回了 教主教母们可以帮我祈祷吗 我密德福 下次我再写信分享一些马克最喜欢的东西 是我大学约炮的故事 最喜欢的哦巧克力哦 还有玩格奈被惊爱的故事 Opercook哦 还有去那个飞甜新地的出体验 这边还有封明信片呢 来自于幸福太太 幸福太太跟幸福先生交往三周年的纪念日 他们是在2016年9月23号交往的 2018年9月23号是先生跟我求婚的 2019年的9月23号呢 我们就到了巴黎岛来度蜜月 所以今天呢 刚好就是女儿满六个月的日子 因为有了孩子 幸福先生成长了不少 我们会取名为幸福先生跟幸福太太 是因为我们都认为 遇到对方是我们最幸运的事 最后你们可以同时跟我们说一声 新婚快乐吗 新婚快乐 接下来这封明信片酷了哦 你还记得有一次没有问说 有哪些地方你是真的就是 你自己才去过的 没什么去过 这个地方可能去过了也不太多 嗨我是Wendy 我正在进行围棋一年的环游世界旅行 我现在在巴基斯坦 天哪这不是好莱坞店里面才会出现的吗 待了37天 明天就要离开前往下一站了 巴基斯坦是个很令人惊奇的国家 不仅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这里的人更是好客 热情到不可思议 每天都有路人要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甚至有人买了一头羊 当场宅给我们吃 我在当地生重病 医院就不收我们钱 饭店也说我们不用付钱 对比媒体中恐怖组织的刻板印象 真的每天都被他们感动 等一下我必须要说 媒体的恐怖组织是巴勒斯坦 他们跟台湾一样也还不是个国家 而巴基斯坦是在印度的上方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环游世界的故事的话呢 你可以搜寻YouTube猪猪队友 Scott and Wendy 你刚刚在回这封信 加上这一次 你总共就是你的四次鼻子 戳了四次手指 那些是不是都是有毛在你的手上 没有 鼻毛哪那么容易掉下来 没有啊 我鼻子很痒 你要喷酒精吗 可以对着人喷吗 不行吧 空中杀菌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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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是在法国学音乐的一 去年因为的YouTube发现你们了 谢谢你们的陪伴 谢谢你找到我们 我们需要海外游子 诗诗啊 去年九月的信 2020年的二月是我第三次考试 也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这间学校规定每个人一生 只能考三次 前两次都是因为一些主观客观 合理不合理的因素败北 我希望下一次是开心的事情 高中毕业那一年 凭着一股出生之独的勇气出股 我觉得别人可以 为什么不行 我也是前三志愿毕业的 有什么难得倒我 我没有语言的问题哦 我发检都有B2了 我怕什么 厉害哦 我也的确考向了市立音乐院 那法国学制有点复杂 因为这个还不算大学 可是当我想要往上考 同时有大学跟硕士的高等音乐院时 踢到了好大的铁板 两次入学考的失利 信心锐气慢慢被削弱了 评审无情的说 你要不要转行 我觉得也没有天分 我直接说没天分 OK 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 罪恶感越来越重 我一直觉得 我用爸妈辛苦赚的钱 在国外生活 却没有给出什么像样的成绩回报他们 暑假回国跟朋友们见面 最怕被问到说 你大吉啊 什么时候要毕业啊 一开始还会说 呃 我在考大学 但朋友都会说 哈 二十几岁你还没有考上大学 我就越来越心虚了 虽然理性知道我不要跟别人比 可是我的朋友们已经一个一个顺利毕业 顺利进研究所 甚至有工作 开始自给自主了 我二十几 连大学都没有 为什么我把自己的人生活得这么失败 我真的不适合这条路吗 虽然我妈都会安慰我说 哎呀 这几年国外的所见所闻 你可能现在没有感觉 但都是你成长的养分哦 嗯哼 但我不是像其他人都是科班毕业 我家庭也不是音乐背景 更没有雄厚的财力 一路跌跌撞撞的 我也知道爸爸妈妈 常常因为担心我睡不好 他们其实心里也很希望 我赶快念完可以赶快回去 所以我也不敢 把太多负面情绪丢给他们 再加上母胎单身的我 根本没有另外一半可以倾土 嗯 我觉得 我我我高中那样 我我明明是人生胜利组 嗯 我现在好像变一条鲁蛇了 嗯 我只好不断地催眠自己 没关系 这四年多 可能是老天爷看我人生前十八年太顺了 怕我太骄傲了 而给我的挑战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赶快突破我的瓶颈 开展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谢谢你们念完我的信当我的树洞 我觉得欧元太普通了 就附上之前跟朋友去波兰的波兰币五块钱 在哪里 这朋友已经摇不见了啊 哦 因为这个洞被我剪太大了 希望马克信箱的会员越来越多 希望马克你可以对我说一声 You're awesome 还有一个很难的 我来查一下这个怎么念 我是一 或者泪水跟酒精在法国的阳台 真的是蛮辛苦的耶 四五年 尤其之前你如果一直都很顺利的话 你应该是从来没想过 怎么会有人说 你没天分 对你没天分 那真的是一个重化 但我 你妈妈说的也是对了啦 这四五年你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一定都是人生的过程 有一切都是过程 感觉是法文 不会念 好了 Dear Mark Marley 我是月亮虾饼 想说一个当小四的故事 月亮虾饼你会沾酱吗 一定 今天我看到了前男友的婚纱照 有些感触想跟大家分享 我跟前男友是在交友软体Scout认识的 我跟他有共同兴趣 很快热络起来 他自称单身半年 我不已有他 某天我跟朋友相约 刚好他LINE说 哦 我在附近耶 可以见个面啊 顺便赞你回家啊 第一次见面的气氛话题都不错 我开始对他有好感 没想到是荒唐的开始 和他见了三到四次面 加上每天曖昧的讯息跟电话 我们互相喜欢对方 某天他送我回家 在车上跟我讨抱抱 接着青青 摸胸 摸妹妹 好一阵子空窗的我心想 终于要脱单啦 我就问他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他就说 我很紧张 回家再说 我觉得可能只是他太紧张 没想太多 后来回家后我就很开心的等他讯息 以为 哼哼 要告白了吧 他就用LINE说 可以打字聊一下吗 我有另一半了 哈 原本以为我可以干脆的结束关系了 但是他说他很喜欢我 他不能跟另外一半分开 海拓 你总这样说 于是 在他的积极要求 加上脑袋不清的情况下 我就成了小三 平常当他平日的女友 他六日呢 就会去隔壁的县市 陪他的女友 大约过了两三个礼拜 诶 他的女友要离岛过廉价了 我就跟他有出游的机会 我们愉快的去了宜兰 直到当晚啊 我们去夜市前 我们在排停车 突然他说 我去打个电话 你帮我停车 直到我停好 他还是持续讲 讲了二十分钟 我在旁边等了 没有听到内容 讲完后呢 他没有跟我多说 直到逛完夜市 他才说 我 我被我女友用手机定位抓到啊 啊 我女友 就要求说 他要跟你讲话啦 我 正宫来咯 我不断拒绝 他一直要求我 我 我就答应 你们干嘛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面对别人的正宫啊 为什么 别人一直求 我一直求 拜托啦 我女友跟你讲话 拜托啦 拜托 应该是被他男友掳的吧 那我就不要 我干嘛没事面对女友啊 因为男友逃避啊 男友也在那时候不想要面对他的女友啊 所以就一直推 对啊 那这件事是你捅出来 应该由你处理啊 怎么会丢给我呢 我为什么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啊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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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初都可以被掳成功了 现在掳一下他就是会被掳成功的人 你们真的地位很低耶 不是我要讲 我已经够难过了 你还要这样讲我 哦我们有先套好啦 就说哦 这个男生原本是要跟男性的朋友和我三个人一起去宜兰 可是男性的朋友临时不能去 才变成跟我单独去 白痴才行 电话中 他女友就狂骂我 还质问我 大学年啊 现在在哪工作啊 你姓名啊 当然我都给假的 他还讽刺我说 你要不要去那个男生家上班啊 然后诅咒很多很难听的话 接下来呢 他就要求他的男朋友 你要让那个女生自己回家哦 你哦 你不可以坐他车子啊 啊我男友就答应他女友 哇这句话听起来好荒谬 啊我男友就答应他女友 但是呢 我男友跟我讲好说 我哦 我先开车绕一圈 哦 啊绕一圈的时候 我再跟我女友试讯 哦 诶其实有时候你在当小三 然后你在看一连串 这个男的这么窝囊的样子的时候 你们竟然还会喜欢他 这是这是 你们这这这这这这 如果他完美的解决这个 就是虽然也很荒谬 没错 可是他很 很有炉很帅气或很干嘛的弄完 好我还可以理解 嗯 这么窝囊哎 对啊 于是呢 我就坐在7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回程中呢 诶那个女的又有打来Facetime哦 好险这次没有要求看副驾驶 一路上我就听他们吵架 闹分手 那女的还问他说 他漂亮吗 我男友就说还好 哈哈哈哈哈哈 烂暴 那个女的还说 那我更普通哦 而在这一天之后呢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差 女友就整天追踪定位 使我的男友渐渐受不了 终于又起了要跟他分手的念头 但这个女的又慌了 开始挽回 这当中哦 我男友不断承诺 会跟女友分手 一定会 他也向我抱怨许多 那个女生的缺点 比如说会打呼啊 不用跟我们讲这些啊 拜金啊 控制狂啊 然后还说 我见最后一面哦 最后一面就分开哦 我跟我男友关系越来越浓 每天都很甜蜜 我沉浸在他的甜言蜜语 他还跟我爸妈吃饭 和我们同居 以为终于可以完整的拥有他 不用跟别人分享可以两人世界了 没想到 他又跟我说 他还是放不下 他没办法分手 我们又回到三角关系 可是又不断的说 他的最爱是我 他跟那个女的是习惯 搞得我精神快要崩溃了 我跟他讲好 再一个月 我让你做决定 选我 或是他 他还说 诶诶这个 难道没有双赢的方法吗 很瞎诶 什么叫双赢的方法 我两个都要 哦 那赢不是赢荡的赢 你说三批 对啊 双赢 我怎么会喜欢像这种烂咖啊 啊 终于终于 听到这边终于哦 好累哦 诶 不是哦 他不是因为这句话 而醒来的 是因为 偶然发现 除了我 跟他的女友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简称J 已经维持了半年 有幸的关系 他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吧 荒唐的情节实在太多 原来 我是小四啊 啊 他时间安排得真好 可以一天见三个女生 上班完交友软体 过了几天我跟他摊牌了 他先是怒骂我说 你怎么可以回我 你怎么可以偷看手机 直到我说 我要把事情 告诉另外两个女生 再求我 拜托我不要 高抬贵手 求求你不要说 不要不要 我不是姓罗 我们的好都是真的 想想那些曾经吧 好不好 只能给我钱 给我心里安慰了 我就先告诉那个J 然后也告诉了原女友 而这个男的呢 就因此跟我不再联络了 其实J也是一个有男友的人 而那个原女友呢 原谅了他 至今过了一年多 我从天天哭 看身心科 到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摊牌后呢 他们两个原始的男女朋友 女生呢 就接受男生的道歉 但是这个男生 持续的在玩交友软体 持续的约炮 我很庆幸我自己离开这一切 直到今天偶然看到他们的婚纱 我又想起了那些 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 没有走不出的伤 只有要不要走出来而已 以前是正义魔人的我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会当小三或是小四 对于人在偷吃不如婚姻的这个男生 其实他的女友现在是老婆 知道这一切 可是却原谅 这两个人我已经没有太大的情绪了 只希望我自己可以好好的 往后的感情智商可以高一点 不要再任人摆布了 可以明里的处理感情 专注在自己身上 感谢马克信箱 让我记录这一切 写完 又更放下了 心情 哦 Mari Berry Home 心情十分平静 来自于月亮下柄 亲爱的教主教母 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卡提亚呢 有一个可能不算熟的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 男生和女生结婚了之后 好像不到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就要离婚了 太快了吧 对啊 这一对呢 他们的爱情长跑 长跑蛮久的 对啊 那其实也就是这个男的 一直在出轨 一直在出轨啊 对啊 然后他以为结婚是一个 斩根的方法 我不知道欸 就是你都一直外遇 然后一直抓一直抓 你为什么还要跟这个人走下去啊 可能对方话术真的很强吧 听起来没有什么话术啊 就是承诺说我最爱的是你 你最可爱 你最漂亮 我的心都在你身上 他对他有爱就会容易相信啊 好惨哦 我之前才接到一个私讯也是这个样子 他说他喜欢 这我可能应该会用一个直播 在欧马克的频道跟大家说 对啊 就是他喜欢 一个男生已经很久了 喜欢了三年 然后这个男生突然就是有联络他 嗯 他就很开心 然后就跟他上床了 嗯 可是男生有男 男生有女友 可是他跟他上床的时候就知道他有女友 他知道啊 他知道 可是他就是止不住就是喜欢这种开心 就是觉得哇 好开心哦 他在找我 然后我不知道欸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被找是一种肯定 就是 他注意到我了 对就是我喜欢的人需要我 这是一种肯定 那男生对女生 男生其实就是直接被放在工具人的位置嘛 嗯 然后女生对男生就是直接女生直接被放在肉便器的位置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就会 你为什么醒不来呢 很可怕欸 有梦最美 真的很可怕 我是刚入教不到一年的之前教徒 咻 S H U U 那入教原因是因为之前我看到教主的群众募资 然后之后 我以为这是一个同志友善的网络节目 哦是啊 然后一天发现 就是跟我想要有点落差啦 哦 但我还是沉沦了 必须要说马克信箱就像是群众募资的售后服务 嗯 我们是同志友善的节目啊 他可能会专门觉得好像做 哦 专门做给同志听的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去年六月左右 为了跟身边的朋友谈论反 同 公投的问题 我正式公开了自己是男同志的身份 哦 当然当时是冲动热血 可是就像第一块骨牌一样 效应来了 是 但除了我不能附和的事情 铺天盖地的反同言论 家人的疑虑 嗯 还有公投结束后浮上台面那七百多万票的恶意 哎 就算身边的朋友给我满满的善意 可是整个社会当时的氛围让我窒息 嗯 有一种创伤症候压力群 嗯 我丧失某部分的社交能力 嗯 我成天戴了口罩 一方面不想说任何的话 一方面是想掩饰自己常莫名其妙的掉泪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 躲在学校顶楼 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我就是想故意把自己弄坏 弄脏 嗯 我不想要负责任何人期待了 那段时间生活中一切都很混乱 是马克信箱里面教友们的信 成为我生活中的伙伴 嗯 谢谢你们陪伴我重新练习 如何去倾听 如何跟那个世界重新搭上线 也谢谢你们告诉我 却寻求帮助 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嗯 有一次啊 我又在学校顶楼抽烟的过程当中哭了 我开始想 如果 我从五层楼高 跳下去 是不是所有的痛苦跟无奈就停了呢 嗯 还好那时候我怕高 还有我的胆小 我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 离开顶楼之后 我开始寻求真实生活中的帮助 找了很多朋友陪我去找智商师 重新梳理这段时间内的一切 我回到了轨道上 可能就像智商师说的 我的痛苦大多都源自于我心中的期待 跟现实的落差 嗯 就像是水晶球 生了尘埃 长了裂缝 最后就碎了 可是这个不是你的错啊 更重要的是 你要顾好自己 是的 在那之前呢 我会好好的生活 之前有一集的马克信箱 我看到下面有人留言说 他非常非常讨厌 不喜欢 你看到顾好自己这四个字 嗯 他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渣男 都是因为渣男都非常顾好自己 对对对对对 那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没错啦 可是你要听到就是 这世界上的确是有两种人啊 就是 非常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们就是因为太顾好自己 所以他们变得那么渣 嗯 可是你可以听到来信的大家 就是在收听 顾不好自己 收听马克信箱的大家 大部分是 比较 比较难过 比较低自尊 然后比较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 呃权力关系比较弱的位置上面 然后比较想要去迎合别人的 那 对于这一些的 来信的乡友们 或点友们 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人生顺位 放在顾好自己上 你不用担心或害怕你会变成渣男或是渣女 你离那边还很远的 因为你们离那一个 你们你们是在一个一个光谱上面的两端 你们是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的 我们都是往中间靠拢 渣男渣女们 你们请往体贴别人的心里面这边靠拢 然后 呃比较 一直是工具人肉便器的 这部分 这部分你们就好好的顾好自己吧 我是警校当届的毕业生 从前暑假常要实习或受训 这一次暑假一边等国家考试的放榜 享受长达三隔半月的长假 除了刚从苏五度假回来 我大后天要到成功岭 当时五日的替代艺 之后之后 我就要去日本的夫妻洛克 我要在稻草原上喝醉 我要跟着大唱 这是Alfie吗 Alfie 跟着大唱Alvvay的歌 好兴奋 啊啊啊啊啊 然后明天是金曲奖 希望教母加油 谢谢你的祝福 最后我要大声宣告 我要戒烟 好好爱自己 好好过好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We are awesome 哇不知道今年这个Fuji Rock 你还能去吗 付到三百元 刚刚有说到一个啊 喜欢三年的男生 这个更久 我是S 我担恋五年的男生的故事 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他认识 现在已经毕业一年了 前几天因为酒精的关系 我就跟他告白了 他是一个打棒球的男生 为了他我还当了他所属球队的经理 哇这不是你们漫画吗 对啊 他总是若有四无的在乎我 下课以后问我在干嘛 一群人出去玩 就让我坐他的后座 半夜约我去看电影 不过我的关系就在这边而已哦 没有再更进一步的举动 但我这样就已经坠入情网了啊 本来以为毕业以后就会忘记他 结果没有 前一个礼拜呢 因为喝了浓度50%的调酒之后 我就被朋友怂恿用讯息跟他告白了 那他因为在当兵 手机不能放在身边 两个礼拜后他都还没有已读 我相信他已经看到内容了 因为现在伏兵役是可以使用手机的啊 朋友就跟我说快忘记他吧 他不回应就代表他没有那么喜欢我 也不打算回应了 我也想忘记他啊 但好难哦 他在我心里占据了五年的时间 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他就变好了 我讨厌别人抽烟 但他抽了之后我就可以接受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不过我现在好累哦 上班的时候 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在外人面前 我都还是很健谈很有趣 我只是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只是把他放在我心里更深的地方 我想请问你们我要怎么样移除他在我心中的位置呢 不要再见他啊 现在是没有见他啊 可是就是我还是想他啊 那就想啊 因为你切断所有的东西 你没有更新他的所有的事情 哦你说那些 他就只能活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了 你说连包括像是Facebook啊 IG啊这些全部都移除 都看不到 全部 对啊你为什么要继续看他 嗯 你就很下心来做这件事情 你不要在你的脑袋中再继续更新他 你觉得很帅的东西 他永远就在那里 你会复习20次他那些很帅的抽烟画面 到28次的时候我觉得 还好 应该真的还好 所以就是强迫把 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消除掉 你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们真的应该要开这个服务欸 你看双城公寓那个恶心社长都有做这个 帮人家辞职的 我们应该要帮人家做一个就是删 删讯息的 然后删 等疫情结束后吧 嗯 等比较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移动的时候 嗯 然后就说请你帮我删掉 我Podcast的订阅 青春点点马克信箱 蛤为什么 我真的中毒了 我一直听 可是真的很浪费我的人生跟神秘 我们也会帮你删 真的喔 喔这是职业道德 对啊 真的很优秀欸 我这个公司没有你不行欸 因为我的话我就是不会删啊 这跟我利益冲突啊 我说不好意思这跟我利益冲突 我帮你转给百灵果Can好了 好烦喔 我是桃園的汤汤汤汤 回想起来 大学四年过得轻松 好像不是好事 我学策 职考都考杂了 勉强选了一个不讨厌的科系 而不是选择重考 但也因为这样 那些四年来课业 游刃有余 我还拿了几次书卷喔 这么厉害 我还利用课余时间从运动白吃 开始学打球 我还得了几次冠亚军 这么厉害 我现在毕业了 一边等工作 考试放榜 一边盘算 没考上的话 我要干嘛 我才发现 过去看似充实的生活 好像你能端出来放到履历上的事情 真的没有耶 我奉劝还没有出社会的典友们 不要在该努力奋斗的时候过得太轻松 应该要趁毕业前 或出社会前 然后思考自己 到底喜欢什么 想做什么 多做些什么 可能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忧虑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社会前辈们可以给我建议吗 你又还不知道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放榜 等放榜以后再说吧 对啊 念到最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十一月吧 不好意思哦 我希望可以对那时候我说 哎呀你现在上榜了 不用想那么多啦 没关系啦 你现在做你喜欢的工作啦 就是这样咯 祝大家身体健康 收视长虹 尽快破十万订阅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这个来自于中和的L 它是个女生要请你四名啊 中和 蓝蓝香 中和蓝蓝香 中和蓝蓝香 蓝蓝香不一样 请接触错效果强 从此以后马通保清香 字不太对 没错啊 从此以后 马通保清香啊 那我音符放不进去 蓝蓝香不一样 请接触错效果强 从此以后马通保清香 哦 2019年初才正式入教的 那推我入坑的就是 从高中一路到现在的好朋友 是个男生 他叫做一 他呢十几年前就在听青春点点 十几年前 那么就很初期 对 他在听青春点点长大的资深老粉 以前我就很常听他跟同学在讨论 可是因为我没有听广播的习惯 我就一直没有参与啊 直到去年的时候呢 我跟他一起去古庭那边的旧国团 我报名了一个广东话课程 哈狗 因为我们都觉得讲广东话很帅 唱粤语歌很好听 我们呢 第一堂课下课的时候 刚好是中午的时候要吃午餐 他 他不会要吃广餐吧 情绪高张的大喊 广餐 我要吃广餐 我整个黑人问号 我最近心 我也不是心迷上啦 就是真的爱的就是 那个 蔡万兴喔 蔡嘉兴 蔡万兴 捆蹄真的很好吃欸 哦 啊 后来呢他就跟我讲广梢节的由来 还传了广梢节的YouTube音档给我 通常喔 别人传给我影片超过五分钟 我是不可能看完的啦 但是那个广梢节音档十几分钟 又没有画面 啊只有声音 我却从头到尾听完了喔 我整个笑疯 我觉得这女主持人 男主持人的两位太有趣太闹太有梗了吧 声音片 之后他不时就会传一些马克信箱他觉得很好笑的故事跟我分享 我听着听着 我就变忠实粉丝了喔 每个星期四我都会准时收听喔 还会传LINE问他说 欸 这一半你听了没 慢欸 呵呵呵呵 中和南湘最近有一个好像很有名的烧辣 从永康街搬到的中和喔 天哪 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原因是什么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那个地方 没有结院站 嗯 他会这么认真的追马克信箱呢 是因为我的工作实在是很闲啊 很无聊啊 每周更新的马克信箱就是我的能量来源 这一次要提笔写信就是因为我要离职啦 这个很闲的工作是传统旅行社的门市客服 哇 你好欢迎光临 今天要找什么资讯吗 我看现在离职离在几月几号啊 你没有写 2019年9月 我的天哪 离得好 现在的你应该觉得你是这个先知吧 哈哈哈 太强了吧 因为我们门市地点没有很便利啊 店面不太起眼 实际会走进来的人一天就只有一两个 那办公室的资深同事都已经有自己经营多年的客户在忙 新进人员的工作真的就是无聊 帮你查一下机票哦 目前这个价位大概在这边你看一下 你连讲这个机会都没有 因为主管也不太管你 只会说有遇到问题再问吧 啊 但优点啊优点 我可以尽情的做自己的事 只要坐在位置上 我每天就是逛Facebook IG 听音乐 听广播 买晚拍 乱买一堆东西 然后现在写信给你们 每次跟家人朋友提到说 上班好无聊哦 不想做了都会被回说 这种钱多事少离家境的工作 你还在挑什么啦 最后呢他要谢谢推我入教的好友 就是这个男生 询问啊 他的工作是一个超爆竿的设计业 很多时间呢都是在教主教母的声音陪伴他的 他都会听以前的录音档 觉得设计的工作好辛苦哦 工作时间也好长 牺牲了很多生活的时间 但希望你是照着你想要走的道路在努力着 希望呢我可以对正在听信的这个男生 一大声的说一句 我喜欢你 不 是You are awesome 不能说破 不能说破 来自于中和的Edge 诶 贡献了这两百元是你的吗 诶还是十五元 哇塞 虽然都住在中和 但你那条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 看来我那个烧辣店离你蛮远的 我是奶茶 我今年也毕业了哦 我在业了 啊我科系很特殊 通常毕业起薪年薪是80到85万 但工作很无聊 我想问你们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两位会选低薪但很喜欢 或是高薪很无聊的工作呢 低薪很喜欢 周围的人好像都会选高薪很无聊 但因为我还年轻 所以有点疑虑 分享一件事情 我到这个年纪了 还记得我几岁吗 我今年毕业咯 哦 22 我连男生的手都没有摸过 诶 我会不会30岁的时候 还没有看过我喜欢的男生裸体啊 虽然现在社会用约炮很容易 但我想看一下我喜欢的人男人的裸体 是喜欢的重点 我想要看我喜欢的 喜欢的 今天写到这边了 目前我是午夜游民 奶茶 小豆苗 上次呢送进到电台的时候看到 柜台美少女 好久没吃小豆苗了 小豆苗现在还有吗 不是我是说真的炒的小豆苗欸 哪一道菜里面放小豆苗啊 呃你可以去吃佛啊 佛里面都有豆苗 可是不是炒的是水煮的 佛不是放豆芽吗 啊对对那是豆芽啊 小豆苗不是绿色那个吗 绿色的哦 绿色然后它常常在根里面那种 小豆苗很怪欸 欸请说 上次看到飞碟柜台美少女好漂亮啊 呃是该提高我写信的频率啦 今天分享一些小心情 开始做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之后才发现 或许我真的很爱服务业 我在饮料店打工三年 很想念忙碌时 欢迎光临要是什么呢 甜度冰块 同事们这种展现默契 可以一次解决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忙到撑不住的时候 休假大家也都不记酬劳自愿主动帮忙 我真的是很欣赏这种服务业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真的是蛮鸡婆的那种情绪 我只要看到那种就是服务业 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动线 规划好安排好 或是那种话术 你很不会应对进退的话 都会让我觉得很生气 你都没有好好善待你的职业 没有不对对不起你的职业 你明明就知道 那个水饺它已经煮好上来了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 先进去把那个水饺送餐进去 水饺老板娘已经在盛上来了 你偏偏这时候去补酱料包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你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把他叫过来跟他教育一下 我不知道啊 很不开心欸 跟客人的互动呢 是服务业的重点 我不太会主动搭话 可是我很喜欢跟客人眼神交流 跟独来买饮料的客人 通常都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把饮料交给客人的时候 跟他们对到眼 说声谢谢 加一个招牌笑容 通常客人也就会回应一个笑容 然后我就会心情很好 所以很多常客 都喜欢跟我微笑打招呼 或是说拜拜 拜拜 谢谢惠顾 跟常客的关系真的很微妙 只有客人有办法主动来找我 我只能等客人来 但是客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上班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休假 所以客人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到我 一切都靠缘分 哇你写的 就是你写成这样子感觉好浪漫喔 听起来 但如果没有一方主动要求交换联络方式 这个缘分随时都有可能断掉 客人有可能突然搬家到很远的地方 或是我突然就离职了 所以说 是不是该勇敢的把握机会搭讪呢 我可以搭讪柜台小姐吗 我们的柜台小姐喔 我们的柜台美少女有男朋友吗 没有问过欸 他是说比较小字的那一个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两个 两个是不是都没有啊 我不確定 你用这种表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啊因为有时候都有个人来接他 可是那个看起来又很像他朋友 啊对因为你会待到最后 所以你知道 对啊就也没有常常 可是就是有时候 就是会有同一个人在等他下班 啊等接下班都同一个人的话 感觉蛮明显的吧 那搞不好是对方在追他有没有可能 OK所以你也可以 小豆苗你也可以当那个 就是每天来一起接他 两个人都要接他下班 如果是对方真的不喜欢你 一直去人家工作地方堵他 真的很烦欸 我是丹妮丹妮表姐 我想分享我朋友的故事 他跟他男友交往两年半 他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一到来啦 他们是一堆同志情侣 啊这个圈子荒淫的一面 各位听完同志三温暖应该知道吧 如今开放的世代 他们交往两年半 却连一次周公之礼都没有做 什么是周公之礼 周公之礼睡觉 这源头是什么我想知道 嘿Siri 嘿马克Siri 周公之礼是什么 嘿马克 嘿马克Siri 周公之礼 周公之礼 夫妻同房在古代被叫做周公之礼 这么委婉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传说在西周初年世风日下 民间婚俗 民间婚俗混乱不堪 当时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 对此大为反感 周公就从婚礼入手 把结婚分为了七个环节 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征 请妻 轻盈 敦伦 七个环节 最后敦伦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敦伦就是刑房啦 此时 周公还规定 男女在结婚之前不能随便发生关系哦 要等双方正式举行了公开婚礼 成为了合法夫妻才能动房 所以 后来就把夫妻同房叫为周公之礼了 哇哦 他们一次周公之礼都没有做 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适应 刚交的不适感 所以交往的期间都只用 口 手 满足彼此 他们坚信 性爱是必须以两人舒服为出发点的 所以我们都不要勉强对方 好啊 除此之外呢 他们生活单纯 也不会去什么gay bar啊 三温暖啊 夜店啊 这也是我朋友一直引以为傲的地方 ok 因为他觉得 这个圈子比较乱 我可以找到我男友是何等的珍贵 所以交往期间 他一直小心呵护 用心照顾这段感情 但两周年后变老 怎样 风 云 变 色 他男友跟之前高中毕业就没有联络的圈内同学 再度联络上 被影响了 开始去gay bar玩 然后 和系上一个堪称跟全系的gay都有交流 其中还有发展成固炮的那种SS级的危险 学长越走越近 有一次他们出去喝酒 他男友醉到不行人事 还是我朋友去捷运站把他男友接回来的 当下看着学长搂着他男友 他男友整个倒在学长身上 我朋友真的弄住了 从那天起 他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男友 更不用提 他男友开始上健身房 是在交友软体 变成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他们曾经讨论过彼此最爱对方哪一点 他男友是喜欢他从不要求自己 强迫自己 能做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所以我的朋友 也不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 只由心的劝导 只换回男友跟他说 啊啊啊 就要好好把握大学生活啊 盡情玩乐啊 而且换个生活方式 不是挺新鲜的吗 毕业后工作你还能这样玩吗 几次谈判未果 我朋友走投无路情况下 只好消极的等他男友毕业 想说 嗯 毕业了 远离这些牛鬼蛇神 会回到原样吧 不会啦 这个去过就回不来了 要回来可能要等就是 你真的想要定下来之后 他承受了男友的巨变 课业打工家庭各方的压力 又不敢 不愿意跟身边任何朋友倾诉 想说好 我投入游戏当中好了 啊不要啦 在游戏里结识一位网友 随着打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朋友那些 是这种游戏喔 是 是真的游戏 我朋友那些在现实生活中 说不出口的烦恼 都跟网友说了 每一个男友不在夜晚 都是网友陪他度过的 他就越来越依赖他 甚至会南下高雄去找他 这不就是 你率先变心吗 最后引爆是在圣诞节 我朋友很喜欢过圣诞节 因为他跟男友 都是天主教的学校 圣诞节会停课喔 所以 真的欸 好明显喔 他24号下课后 会从淡水到新庄找他男友 新庄啊 一起吃 平安夜晚餐之后 隔天会一起去 新北耶诞城庆祝 嗯 24号那天我朋友在他男友家 胡乱编了一个理由 下楼打给那位网友 提前想祝网友圣诞快乐 嗯 小留了一下才又上楼 可是 25号当天起床 却发现男友 坐在床檐 淚眼汪汪的看着他 哎呦 哽咽的问他说 你打给谁 为什么你不爱我 对 不跟我说 对 为什么你不满 都不告诉我 嗯 原来他男友会一直偷看他手机 整件事情东窗事发 最后分手 你是不是 喂 喂 我现在打错了 不好意思 雨晗是谁 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找雨晗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雨晗是谁 不知道啊 他要配音员打错电话了 当然最后是分手收场了 以一个喜欢圣诞节的人来说 竟然在圣诞节当天结束两年半的感情 超级讽刺 嗯 其实我朋友也没有跟那个网友交往 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不爱网友 只是谢谢那段时间的陪伴 这个故事很 很难过 不是很奇妙啊 你原本就是 担心对方 不喜欢对方的改变 但其实真正先 跨出那一 错的那一步是你耶 可是我没有喜欢他啊 只有他能听我讲话啊 但我心里知道我不喜欢他啊 但是对你的另外一半来说 这就是一个 那他上健身房 那些跟那些SS级的那些 那些同志都一直玩在一起 我朋友呢 有时候也只是想证明 其实除了他男友之外 他自己也是一个 还是可以吃得开的人 但我觉得那个 怎么讲 就他的男朋友 然后开始去健身啊 就开始想要做这些改变 我蛮给予肯定的啊 算了这个 这个讲起来可能会得罪人 算了不讲 当然之后呢 他们也有藕断丝连 毕竟两年半的感情 不是说断就断 但就是觉得 还是不要回到过去那样子 提心吊胆的时候吧 结果呢 之后他男友结交的心欢 而且已经长达半年之久 我朋友还在那边细算 奇怪半年交往你之前曖昧 那你怎么还要跟我求复合 那个时候吧 反正就是抽丝剥茧啦 做贼的很抓贼啊 我朋友现在呢 当然之后有努力打起精神 过日子 遇见了几个不错的对象 可是每到一定的程度 就脑中有个声音出现了 不要 别浪费时间吧 不行 你多用心多努力 最后还不是会结束呢 我必须要说 你很容易被忘记的你 你没有很用心啊 你说对于他那一段感情嘛 对啊 我哪好不用心 他说他最爱我的地方是 我不管他 不勉强他改变 我多努力做到了 我不用心吗 这不算用心 用心是要好好维护 跟经营你们的感情耶 就好好沟通啊 不能就是放任啊 就是说 我就放给他烂 这不叫用心吧 所以 我朋友对于那些 后来认识的人 也都感到很抱歉 因为人家应该觉得说 你一开始不是好好的 我朋友对他那些人 感到很抱歉 可是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 其实他也很讨厌 这样的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希望马克玛丽可以 给他一些建议跟看法 最后我想要承认 我就是我朋友 因为我想说 用第三人称写这些事情 会不会让我好受一点呢 因为之后 这是他去年九月写的嘛 要去当兵了 可能无法准时收听马克信箱 如果有一天念了我的信 标题可不可以用我来做标题 拜托我不要楼梯 我在群中想要第一时间知道 我该怎么办 救救当兵的人 有没有该答辩的没有答辩 我想要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 什么要求 拜托用我的信当标题 因为我不想错过 这其实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啊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有满腔的情绪 想要发泄出来的人 可是他不停的压抑自己 可是人家不是告诉我们 不要当个情绪勒索的人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树洞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只有面对你 我能坦然面对我心中的那个渴望 我老实的讲出来了 你们是我唯一愿意讲出来的 却又得到这样的回应 说我在情绪勒索 没有你可以讲出来 但其实基本上一个真正好好 顾好自己的情绪的人 不是把你的情绪丢给其他人 是把你的情绪在自己 这一关你就已经处理掉 你根本不会麻烦到任何人啊 那我知道怎么处理我 我真的不知道 怎样才可以不用错过啊 每星期一晚上九点半 马克读书会 我在当兵 对就是你会找很多这种借口 当兵不是借口 就真的政府要我进去啊 没有就是包括像你的男朋友 他想要健身 他想要变得更好 这一件事情就是 你也觉得说 他不能这样他不能这样 就是你在为你自己不想前进 不想改变 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 就像之前我在看书的时候 常常会拍 老婆裸体 拍我觉得值得分享的段落 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有些点评 那我在拍的时候 其实都会拍到书名 如果没有拍到书名 我都会hashtag 可是我会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 马克这本书是哪一本 对就会问我说这本书是哪一本 然后呢另外有很多人建议说 你可不可以把它设成一个精选 这样我就随时找都可以找到 然后就说就是你分享这些 就是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 我要随时回去看 excuse me 你觉得很有帮助 你为什么不会自己截图 你为什么不会自己创一个 你甚至可以创一个小账来专门放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别人帮你做这些事情呢 被骂了 我实在是很无法理解这种想法跟心态是什么 你的人生你自己创造好不好 就是不要这么被动说 你帮我做好好不好 你如果不帮我做好我就会错过 我告诉你我会错过的 干我屁事啊 其实呢就是丹尼还有很多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非常棒的小天使 他叫做目录君 Yep 你只要把它一打开 你就可以看得到当兵丹尼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 你就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在里面了 嗯 可是也许当下你在写信的时候真的是蛮慌的啦 因为你就陷入了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你想要跳出那个圈圈 所以有点恐慌 当兵不是传说有很多时间 可以好好的内观自己吗 是啊 希望 我不知道你要当多久欸 现在都是四个月吧 四个月那你应该 就是现在已经退伍了 希望现在你身心健全 该大便也有大便咯 因为之前天然跟我说那个啊 哦对对对 你们不是会问谁大便没大便 谢谢你付上韩币一千元 教母真是温暖 还好吧 限制生活中我超坏的 是没错啦 限制生活中他真的蛮坏的 我是花花仙徒 这次写信我要谢谢你们 让我认识Salsa Salsa大口呆 之前我听录音档 我好奇马克为什么要跳舞 我就Google了Salsa大口呆 结果我看了三次 我跟你说你看了三次 马克这个叛徒他根本不承认 他爱过Salsa大口呆 但是我有看过好吗 我有看过 我有顺便练英文 Salsa太有魅力了 那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 让我感到很纯粹的快乐 虽然我是个大舞痴 但是几天后我还是确定了 我就是要学Salsa 我就去报名了 我已经上了两个月了 这是我今年做的最棒的决定 这非常的鼓舞我 想要做什么就去吧 我想要分享有一次课堂上 我的脚步一直踩错 老师就趁休息的时候 教我跳了好几遍 最后跟我说 现在你都跳对 但等等音乐下了 你就会紧张吗 你发现你还是会跳错 但没有关系 这就是学习 我当下觉得好有哲理哦 人生与舞蹈学习 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都知道 应该要怎么做 什么大道理 我们也都懂 可是真正下场了 真正去遭遇 又会跌倒或是犯错 不过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种学习 这就是一种练习 我爱Salsa 也爱马克玛丽 上次呢 有分享一个新波斯卡的诗 这次呢依然分享一首短短可爱的诗 陈俊宏 遥远的地方 谁人带我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便感谢他 并且把他杀掉 贡献100元 谢谢马克玛丽 让大家生活都变得有点可爱 好的 谢谢你花花教徒 然后今天的最后一封信 可以有这么变态的诗 跟这么正面积极的能量来作结 平衡掉一下刚刚的那个 哪个 爆气的古婷乃哥的怨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乃哥有爆气喔 可能口气让人家听起来可能有点凶啦 哦 你怕吗 而且我后来才发现你当过第二次古婷乃哥欸 对啊 原来我们有一次标题也叫古婷乃哥 对啊 我就是爱暴怒啊 我就是情绪丢到别人身上啊怎么样 来我们一起深呼吸 空气多么的清新 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本周的马姓救世主 Lio Wang 有厨房的话 不妨试着用猪的小排骨 马铃薯高丽菜牛番茄 炖碗中式罗宋汤 再配一份加上少量加一白醋的麻将凉面一起吃 这组合我保证既美味又容易饱足 有兴趣的典友可以试着这样配着吃吃看哦 二三说 可以进场看棒球了好开心啊 陈大豆 听完马克读书会 立马执行内在的第一步 消费者基金会 我也想成为美食评论救世主啊 Google泰山美食第一名是一间 泰山人都不会去的人气排队的面线 当美食评论救世主好难 乐意Loydesign你是文具控吗 每周四晚上九点半可以到IGLoydesign看我们哟 文具控直播努力中 安安 希望马克对我说 You're awesome 陶渊阿强 上个月因为下雨的关系没有拍到婚纱 请马信各位伙伴帮我集气吧 希望5月26是一个适合拍婚纱的好天气 谢谢你跟我说 我们都能一起过得健康幸福 也希望清点教徒们都要过得健康幸福哦 一集感谢阿辉 欢迎马信救世主们的赞助播出 好棒哟